大家好 欢迎收看使用Angla GIS开发Web App 这一课我们学习高级篇的Angla GIS的模块加载 第一部分是使用Config函数的语法 介绍一个Config配置模块 代码块 然后这个是RIN 它的运行代码块 Constant 这个是它一直都会被执行 不改变的那个代码它都是会第一线执行 好我来 看一下现在是北京时间2015年 1月28号 今天星期三 现在是晚上 十点钟 我所在地是武汉 一个星期的 瑜伽学 看得到天气报很恐怖 然后气温这里非常低 晚上也比较冷 好 我们 回到正题来 Angla GIS的模块加载 模块的加载和依赖 一个模块就是一系列的配置和配置和代码块的结合 它们是在启动阶段就附加在应用上的 一个最简单的模块有两个类代码块 和组成的 第一个就是配置代码块 在提供程序注册和配置阶段执行 只有一个提供程序和长量 可以被注入到配置 快中 这是为了防止 服务在被配置好之前就会被提前初始化 这个有点像 一些配置文件也是类似的 但是呢 Angla GIS没有配置文件 读取的这个功能 它就 将配置代码 作为了一个程序的优先级 然后 配置代码是先执行 然后 运行代码是后执行的 在注入器被创建执行后 用来 被用来启动应用的 只有实力和长量 能被注入到运用块中 这是为了防止在 运行后还出现对系统的配置 也就是说 我们在 代码 配置代码块这里面配置好以后 它会 加载 在注入器被创建执行 就是在执行 运行代码 代码块 这是被注入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 例子 这个 创建的一个 App MyApp MyApp MyApp里面创建的一个 Castand 和 Config Rain 这个是把他的日子打出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时间 然后 这个地方 我们也是 执行的一个 它的一个代码块 这个是运行 代码块 就是我们在项目中都可以使用它 来执行 因为它有个执行 顺序 我们可以把它封装起来 也就是相对于 面对对象里面的 封装的代码 就把它变成一个代码块 一个代码块 让它有个优先级别 首先我们会 这个是我们总是会被执行的 这个代码 然后这个是被配置好 然后我们最后才是运行 所需要的程序 这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 这一节的模块加载 也就是说的内容就是 他们模块化 为了模块化就是为了代码 执行有先后顺序可控制 防止他们有冲突之类的 所以说我们就了解了这三个 属性来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再来看代码里面 我们代码里面有 两个 内容 一个是 我们看一下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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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的是 control 这个代码我们会被执行 这个方法是总会在所有配置 配置代码块之前会被执行 App.config function 这个是给它一个 传递一个时间 我们等一下可以在 IE浏览器里面去看它的 执行顺序 这个是运行块 是安格拉GS中 MAN的方法 最接近的概念 就是说在程序里面 我们的程序有一个入口 就是最主要的 方法就相关于MAN的方法 最接近的概念 代码运行块中 通常很难 通常很难进行单元测试 是因为它的应用本身 高度 偶合 运行代码块 通常由来 注册全局 事件间监定器 整个程序分为 配置的代码块和运行代码块 然后这个地方是给它创建一个时间 然后创建一个 直对的 一个直对键关系的一个数据对象 我们然后在程序里面可以把它打印出来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运行一个程序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代码里面 有一个 Service 你看 这个代码是被创建的服务里面 它会也会 有一个 config和ring 的方法 这里简单介绍 使用Service 可以注册一个支持构造函数的服务 它允许我们 为服务对象 注册一个构造函数 Service的方法 接受两个参数 一个是制服创案类目的 要注册的服务名称 和它的构造函数 我们用来调它 进行 实力化服务对象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运行的程序 首先 我们打开 RF12 打开 控制台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第一步我们已经运行的 服务配置代码块 然后它的初始 它是最先优先级别 第一 然后配 然后是配置代码块 因为它首先是运行的配置代码块里面的代码 你看我们这 第二步就是服务运行的代码块 所以说服务它这个级别是优先的 然后 最后运行的是运行代码块 这我们要知道他们的运行数 那个顺序 所以说 这个是很关键的 然后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 是唯一例外的方法 这个方法是说 总是会在所有配置代码块 被执行的 然后我们看RAM的方法 运行代码块是安格拉GS中最主 的方法 就是MAN的方法 一个运行代码块就是一段用来启动应用程序的代码 它所在的服务都会被 配置和所有的注入器 都会被创建之后 执行 运行代码块通常包含了一些 难以测试的代码 所以他们应该写在单独的模块里 这样单元测试时 他们就可以忽略他们了 然后一个 可以 还可以介绍大家一个就是 使用config的函数 就是有一个语法堂 配置代码 它按照 注册的顺序 一次被应用 唯一的例外就是 对常量的定义 他们应该放在 配置代码 快 开始处 就是我们可以在配置代码里面 定义一些常量 然后再换一个话题 就是语法堂 也意为 唐译语法 是由英国计算机 皮特约尔汉 兰达 发明了一个术语 指计算机语言中 添加了某种语法 这种语法对语言 的功能并没有影响 但它放 更方便的程序员 使用 通常来说 使用语法堂能够增加程序 可以 可读性 从而减少了 程序的代码的出错机会 其实 这些 config有一个 简写的方法 就是 语法堂 大家可以看一下 网上的资料 这个我就是 顺带的提一下 好 这一期课 我们的 模块加载 已经讲完了 所以说 还是很简单的 就是 知道它的一个 代码运行的 状况 好 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gone 中文、旧共同住在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